谈论到有关审美的标准,在说完EXO后,华少打开了最重要的话题,就是对90后女生,进行了一个有意思的网络调查,以陆寒为代表的白金白嫩行,要比古天乐为代表的健康有黑行,多出了6.14倍的投票率。 看完后,华少问这样的投票比例,对你来说惊讶吗?吴京转过头一脸不可思议的说,战狼不要放了。 男人的帅是要看外表,看气质,看度量,看休养,很多网友表示,古天乐和吴京,都是当今娱乐圈男星们的典范,是真正的纯爷们,认为陆寒比古天乐和吴京帅十几倍这件事, 你们的眼睛呢?更有网友直言,这是病,得治。 下面就来看看网友们的回答。